那么按摩基里头 一 法俱进 难传 最重要的一部经典 这个经历的书 佛爷爷 佛说的 善知识者 什么叫善知识 真正善知识 能说圣法 下面所说的 这都是圣圣大法 真难 首先 将这三种邪脱门 空 无相 无缘 二 诸法平等 诸法是一切法 六足谭经里面讲的万法 能大是核起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是平等的 无义无报 这个难懂了 无因无苦 究竟如辱 诸于时期 这个这句 甚深 知法 决定不是我们学的 这个法是佛对谁说的 对法身菩萨 也就是说 他们真正 明心 尽心 尽心 尘佛 佛对他们说 他们虽然成佛了 还有 无时无名习气 没断敢进 诸是报 专严徒 所以 法身如来 先报身 为他们说法 他们所闻之法 不是小法 不是普通之法 是究竟 无上的 顶法 达到登峰 造极 如来 帮助他们 把 无时无名 烦恼的习气 断敢进 断敢进 在什么地位段 在 但你觉的地位 但你觉 将这一片 最后的 最后的无名习气 放下了 它就真的 圆满地 发生了 入 有报 有因有果 不是究竟如如 住在六道轮回里头 不是住在实际 实际就是长久矿 你看看 你明信尽信 这些法身菩萨 他们无名争断了 习气没断 住在哪里 住在舍暴徒 舍暴徒里面献的身是暴身 所以佛要献暴身 为他们说法 帮助他们 把最后一瓶 无名习气 断掉 那个最后一瓶 无名习气 很难断 没方法 复射法 常常提醒他们 断这个习气 正打 从正得法身 到最后这个习气 断干净 需要三个阿神 气 这个里头 没有方法断 为什么 不能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 就是无名烦恼 无名烦恼 断掉了 不齐心 不动念 那是什么断法 只有不要去理会 永远保持住 不齐心 不动念 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 六根 在六成经济里头 以人见识 不齐心 不动念 识 平等 而文身 不齐心 不动念 因身 平等 齐心动念 就不平等